欢迎收看订阅时刻 川普曾经发笑豪雨 他有一个大战略 他说在他就职之前 他就要搞定两个地方 一个是我要搞定俄乌 第二个我要搞定总统 大家本来以为说 他跟普丁是说得上话的 他对乌克兰是有实质影响力的 以他这样的一个狂人 大家应该会买他的单 但是大家没有想到是 你先看他的画面 这个女生是谁 这个是川普的太太 梅兰尼亚 她过去是模特 她拍过很多香艳的照片 但你都没有想到说 在俄罗斯的电视台面 他也有一个叫60分钟 这是一个俄罗斯 非常明显的官媒 这完全执行普丁的意志 竟然将梅兰尼亚 2000年左右 拍的所有商业的画面 一张一张的公布出来 而且他们毫不以会的说 他们就是要庆祝川普当选 所以川普跟普丁 两个人不是说得上话吗 两个人不是好朋友吗 怎么 今天普丁居然做了这件事情 把你老婆2000年左右 这些商业的照片 全部公布出来了 抱歉 事实上在竞选的过程里面 来说的话 这个川普都说 我跟这个普丁交情非常好 我有把握在我商业没多久 就可以结束这个俄乌战争 那甚至呢 事实上前几天 他们两个还出现 感情好转 普丁不是赞美他 是个男子汉 汉子 就两个还通了电话 那通了电话 听说了 这个川普有恐吓他 对所以普丁气很难消 他特别强调 你不要忘了 我们在北约有驻军 而且驻非常多的部队 他说你不要再提升这个战事 然后我们在欧洲有非常多驻军 这个普丁 孰能忍孰不可忍 他怎么办呢 他这几天就给你回应了 这回应是什么呢 他们在这个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 就这个节目 他们有个60分钟的节目 60分钟是俄罗斯收视率最高的 谈话性节目 就像这个男主持人跟女主持人就说 我们庆祝这个川普当选美国 庆祝川普当选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下一任的美国第一夫人的照片 那这个第一夫人的照片是什么呢 就2000年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 他说梅兰尼雅的先生终于当选了 他也准备好了再度重返白宫 那我们来负弃他2000年的容貌 这张照片是GQ杂志的封面 然后就把杂志弄出来了 就这个 对弄出来 他很多照片其实都有一点尺度的问题 但是他们有 非常相艳 对那就把他弄出来 欸宝洁 这未来的美国第一夫人 你这样给他 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 60分钟的节目里面 把他的照片弄出来 给全俄罗斯人看 你就故意给川普难看 当然是 全俄罗斯人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他公布这个照片 那这样还要谈吗 他就是故意这样做 然后等一下 这两个人他们还在那边讲话 那这个男主持人就说 未来第一夫人躺在这个皮草上面 那只穿着内衣裤 然后躺在有美国国旗的 这个蓝色地毯上面 这个编辑杂志似乎知道 这位模特儿的前途不可见谅 他们这样讲 然后这个女主持人 躺在美国国徽的蓝色地毯上 然后这个女主持人还在那边笑 这样 憋笑 你就知道说 他们是穷尽业余之能士 在业余梅兰尼亚 那你知道 事实际上川普对梅兰尼亚是很尊重的 就没想 你居然搞这个飞机 所以那尾声的时候还放什么 这个川普跟梅兰尼亚他们亲吻了 这个照片 然后里面还放他们竞选的歌曲 YMCA 然后又再放出更多梅兰尼亚的照片 所以他这摆明什么 摆明普丁美送啦 为什么 因为这个俄罗斯官美 上还能谈吗 俄罗斯官美绝对百分之百 掌握在普丁的身上 他就故意这样给你羞辱 所以可见 我跟你讲 这个川普想要在上台之前 搞定这个俄罗斯跟武汉兰这件事情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所以刚才讲到的 本来我们看到的川普发酵的豪雨 他在就职之前 他就要搞定了俄乌战争 他要搞定了中东战争 他要豪者以下的权力来对付中国 可是没有想到 他出手的第一刀 的第一个起手 是洗身事 对 没有想到今天你刚才讲的 乌克兰还有这个普丁 俄罗斯 都跟他反水了 乌克兰今天跟他讲说 我们要发展核武 今天普丁 直接拿他老婆过去 相验照片来揶鱼了 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抱歉 因为很简单 因为虽然说川普都跟普丁就说 我跟他私交很好 但是问题是 他们有没办法解决的这个矛盾 你大家注意川普有一件事情 他表面上跟你说得很好 比如说他也都说习近平的好话 他也都说普丁的好话 可是他对他们两个是最狠的 表面上好像是跟你很好 但是其实是狠狠的 你说好话说尽 坏事作绝 普丁似乎是知道你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现在没有错 你要这个俄乌跌出战争 问题是宝姐我跟你讲 如果假设是 欧克兰当方面的让步 俄罗斯没有让步的时候 你觉得 这个川普会同意吗 不会 他也不希望这个样子 他是希望你们两边都退让 问题是打到现在为止 你怎么退 普丁有可能退让吗 他根本不可能退让 所以呢 事实上这个川普 有来软的一招 就是说我希望你退让 硬的是什么呢 他们已经拟好战略了 那拟好什么战略呢 就是未来的国安顾问主张什么 瓦尔茨主张说解除乌军的捆龙锁 也就是说你把乌军的捆龙锁 全部解开之后 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打到莫斯科去 你看你俄罗斯要不要投降 你俄罗斯要不要谈判 他就用这样的方法 就用最强烈的武器 默默的支持乌克兰 然后再让他打进去 这样就可以做上谈判桌了 所以拜登对乌克兰做的限制 他全部拿掉了 对 然后第二招是什么 压低石油价格 就把石油跟天然气价格往下压 压低之后 俄罗斯经济崩溃之后 他也要来谈 所以其实他是核战两手 他已经有要对付俄罗斯的方法 当然他有对乌克兰的方法 所以普丁很清楚 你不是来这个弹核的 对 你是来对付我的 对 好 那所以今天有个消息 今天消息是什么 拜登不是马上就宣布说 他这个55亿的美金的东西 全部都赶快送到乌克兰 另外一个最有意思的消息 我觉得是这个消息 泰伍斯上报道说 乌克兰准备要弄核弹 抱歉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要核弹的时候 弄出一个乌克兰核弹 对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一定是美国同意的嘛 美国同意的 因为你要逼乌克兰 俄罗斯坐上谈判桌 这就是一招啊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报道里面来说 泰伍斯报说 这个是泰伍斯基到 北约的时候去谈的嘛 北约的时候去讲 如果你不让我加入北约的话 我就要弄核弹嘛 北约没有反对啊 没有人反对啊 这个连这个川普听到这件事 他也没有反对 那什么意思 默许你做嘛 所以也就是说 假设他真的弄出核弹来 你觉得俄罗斯要坐上谈判桌 他一定要坐上谈判桌嘛 所以我跟你讲 事实上这些铺牌 在后面来说 你又可以发现出 事实上这个川普 在后面做的这个动作 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 那么的稠缠 他其实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策略 真的要逼着两方 坐上谈判桌 但你说这个世界 是非常混沌不安 这个社会没有这么 亲戚素素 我一刀可以两断 刚刚讲到的 你现在川普想要 介入这个东西 现在普丁开始反弹了 普丁反弹的时候 我先丢了一个东西 是你老婆的验照 这个代表我们两个撕破脸 撕破脸之后 你要接下来怎么谈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俄乌到这个现在 刚刚讲到的 拜登现在已经要求说 在他剩下七十几千的任内 将这个和台并 一千七百六十亿的军务 赶快全部都给我 送到了乌克兰 而且送到乌克兰以后 你对他所有原来的军事限制 我也全部打开 让你可以放手一搏 那你今天乌克兰放手一搏 那俄罗斯呢 俄罗斯当然也放手一搏 两边现在 最后的疯狂 没错 现在俄乌双方的 都拿出最重要的武器在护轰了 保杰会显示一下是怎么样呢 现在是乌克兰打俄罗斯的领土 然后俄罗斯打乌克兰领土 现在我们看一个画面是 在盾内之客 盾内之客这边有非常多庞大的 俄罗斯的装甲步兵车 来到这个地方 那你看这是什么 乌克兰把这个鲍二坦克 德国的鲍二坦克拿出来 拿出来开枪了 你说现在在我们这个地方的 是鲍二坦克 对对向过来的 是俄罗斯的这个坦克车 对你可以讲 一台一台的俄罗斯坦克都被击毙 为什么 因为鲍二坦克都出来 你看他们就试出这个画面 整排整排的俄罗斯的装甲车 还有这个坦克车 全部都被有炮击 甚至连跑了也都被有炮击 这告诉你什么 你看我们连鲍二坦克都出来了 因为我们要在前一段时间里面 因为我要珍惜这些战备 而且这是德国的一些要求 所以鲍二坦克不会轻易使用 也更不会把它丢到最前线去 结果现在在这个时刻最前线的 都是鲍二坦克 而且鲍二坦克你看非常厉害 他10月份的时候俄罗斯一共损失了 695辆的这个车子 然后有103辆坦克被摧毁 毁坏或是会缴获 也就是说事实上鲍二出来之后 真的俄罗斯的装甲车 开始被打好完的一个状况 都不是对手 对那除了 所以你刚才看到我们刚才的画面就是 两边是坦克大对决 两个坦克大对决 你用鲍二坦克 是一炮一炮一炮的 将对方整个打垮掉 一几台坦克车就会干掉你整个 一整个排的一整个旅的坦克车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 乌克兰也用什么 用这个非常多的无人机 你看这不是他用无人机去轰炸什么 俄罗斯最先进的T90M的这个坦克车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你看 他们还用什么用无人机 你看这马上就无人机 这就是T90 对无人机 你看无人机的视角 然后就直接打过去 对 这T90就被干掉了 好就完全被干掉了 而且打你最脆弱的这个部分 好那除了这个T90M被攻击之外 你看就完全失控了 那这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的 俄罗斯军方已经看到乌克兰的无人机 他拿出这个干扰枪啊 要干扰你啊 就没有用 那最后他们这些人 最后还是完全被挂掉了 所以刚才讲到 这个就是无人机的视角 无人机的视角有没有被干扰 有被干扰 你看他的画面其实已经不清楚了 可是还是精准的面中目标 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还有什么 他们俄罗斯 乌克兰军方还用什么 你俄罗斯有无人机对不对 那我用什么 我用无人机丢一个网子把你拦住 因为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你看无人机这样过来之后 那最后呢 这个丢出一个网子之后 丢网子 对然后把你拦住 拦住你的这个无人机 你知道他们双方目前为止 你看有没有把他抓住 俄罗斯的无人机就被这样 他用网子枪 把他拉住 拉住之后 他这个无人机就往下掉 你看双方就这样 然后后来无人机来抓什么 用这个类似的抓 在抓这个他们的俄罗斯的 这个相关的军人 用这样来抓他们 你看无人机对准人 你看抓人 他要跑 追到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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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跑一直跑 对 追到后面之后 然后当然这个人 最后还是被干掉 被干掉一个状况 他人都不放过 对 甚至俄罗斯还研发一个叫做 这个隐蔽斗篷 这看起来真的好像你 如果躲起来的话 就可以躲起来 就完全没有讯号 那也防止什么红外线 就侦测到你 这就是隐形斗篷 但是没想到 没办法 这个无人机看到你了 他还是这样之后 把你干掉一个状况 所以那一场把他干掉了 对 那你就说是啊 乌克兰还拿出了什么 拿出了这个所谓 用铝剂的这种无人机 就火龙无人机嘛 你看 这用这个铝剂在下面 这烧起来温度多高 600多度耶 600多度烧起来 你看他就这样 他就看到什么 反正他只要看到俄罗斯的军人 他就不断的开火 然后不断用铝 用这个铝的这个喷火枪 不断的喷 那整条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壕沟里面被烧掉 然后房子也被烧掉 然后这个壕沟被烧到什么 一直在那边着火 600多度的温度在这里面 一直不断的闷烧 所以双方已经开始 你看 这是豪宫里面 对啊 这个整个我的豪宫里面 我是有做公式的 我是有一只木头把它架起来的 没错 全部都烧起来了 因为铝剂可以600多度这样进去 你里面的钢铁什么都完全被烧到 融化掉 那你看里面的这个士兵 真的是苦不堪言 你就知道说 双方已经杀到什么样的 里面都烧融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 乌克兰目前为止打到这个 俄罗斯的库斯克这个地方 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一些画面 因为双方也就是用坦克车在那边护护 这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现在要阻止你 因为乌克兰的武器是相当的先进 那俄罗斯怎么阻止你 保险他们用冲锋人海战术 所以他们又开始死亡冲锋 这就是什么 他们都是拿这个所谓 包括说用坦克车用装甲车 载人过去之后就往前冲 反正我知道你有火炮 但是不管了 我们继续往前冲 所以才说在前一段时间里面 俄罗斯还有逼着北韩的军人 两个都做这个死亡冲锋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死了四万人 同样这条路 你看被打着着火的人 他就把你推下去 反正没关系 我们继续再往前冲 你看俄罗斯已经打到这样的程度 那你想说就只有这台车 没有 后来还有很多车一直来一直来 他们一直重复的冲锋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在讲 这个什么日二战争 不是有203高地那个 那种就是一直上去死 一直上去死啊 用人海战术这样一直不断不断的 这样打 就是这样你看 都是同样路线 我在上面我的同胞着火了 我不去救我的同胞 还把我的同胞推炸车 继续往前冲 继续往前冲 而且后来车 你看这条路上一直有车过来 一直有车过来 一直被炸一直被炸 你看一直走这条路 一直被炸一直被炸 很多车 至少冲了十几台车一直过来 然后炸到最后你看 很多士兵就完全被炸就跑掉了 跑掉之后你看 最后的这个下场这样 整条路上都是这个 坦克车的残骸 还有整个尸骨的残骸 你看他双方打到什么程度 打到什么程度打到怎么样 目前为止 因为双方目前毫无节制嘛 所以我跟他讲 无人机现在出动的数量 前所未见 你看乌克兰空军说 俄罗斯像这个乌克兰 投放这个641架的无人机 这个平均每天超过91架 是在这个川普当选之后 那你看乌克兰也是一样 乌克兰原本在 10月1号到10月5号的时候 一共发了2286 更多 但是他们当天在10月10号 10月10 一天就来到了100多架 所以等于双方现在为止 以前平均一天64架 现在川普当选之后 已经一天来到145架 双方杀红眼 那杀红眼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俄罗斯连这个 这个好像初八的无人机 都拿出来飞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的无人机飞出去之后 原本要炸这个乌克兰 就没想到 却飞到白俄罗斯 而且把白俄罗斯的东西炸掉 那甚至还有什么 俄罗斯的无人机还误炸 比尔 哥罗德 很多地方 所以你说好的坏的无人机 都拿出来 反正我就拿出来炸 所以你说到事实上 双方现在已经打到 这个焦灼状态 因为为什么 因为要登上谈判桌之前 绝对要获得最大的领土范围 好 宇萱 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 大家没有想到 现在川普当选了以后 他誓言说我要去做 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战略 就是我要去 比如说 先处理了俄务战争 俄务战争处理完了以后 我要专心对付中国 可是没想到 现在俄务都大反弹 而且我们刚刚讲的 俄罗斯居然 普丁把梅兰尼亚迪 就是川普最不想看到的状况 把他的验照给公布出来 代表我没有要跟你谈了 没有要跟你谈 那普丁到底在想什么 你说普丁现在退无可退 普丁现在面临的状况 他根本不想战争结束 因为战争结束的画面 他不敢想象 法莱哥为什么普丁之所以 如此气急败坏 而且就连川普明明就说 物货战争应该要赶快结束 你说这应该还是好事啊 法莱哥我跟你讲 因为普丁根本不知道怎么下台 他不知道这个战争如何结束 不知道怎么收拾了 因为这个战争一旦结束之后 面对到他的 可能是国内全面性的崩坏 以及自己的垮台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我们就举俄俄罗斯里面的画面 你在看着 这握手战争打得如握如荼 对不对 我跟你讲俄罗斯里面呢 也在战争崩溃了 为什么 法莱哥这是最近在俄罗斯 便利商店那个画面 你看到这个穿着黑衣的男子 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他在偷奶油 奶油 你很难想象 奶油一块才几十块的东西 就偷成这样 没有哦 他偷个一百克的奶油 对他来讲 比减到一百克的金铁还来高兴 所以他马上呢 奶油在超商里面 他就跑了 跑了 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吗 不准走 马上战斗民主的性格发挥出来了 那个是女的耶 对 为什么呢 你知道吗 因为奶油现在是非常珍稀的战备物资 比黄金还要重要 马上跟大叔说 你不准放开你手边的奶油 不准把这个奶油带出草商 他看到他手上吃的倒也没在怕的 直接就跟他直接打得起来 而且所有人一翁而上 就是要阻止他 因为理由很简单 保险哥 你知道奶油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以前俄罗斯我们讲了 奶油是他们必须的民生物资 但是过去可以进口 大量俄罗斯的奶油都仰赖进口 但是因为以前进口可以多少 四万顿 保险哥你知道他们现在进口只剩下多少顿 多少 四千顿 因为所有国家都抵制他嘛 DESPEG 就不让你给你吃这些东西嘛 什么奶油啊 面包啊 所有这些供应国全部都锻炼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知道吗 变成是只能用抢的 抢到超商后来都怕了 我们之前介绍过 LA的超商都要上锁 各位这边更离谱 不愧是战斗民主 保险哥你看这是奶油的柜 你有没有发现 第一个他已经锁在柜子里面 锁在柜子里面就算了 奶油外面都有一个透明的塑胶壳 你有没有发现 你知道为什么要装透明的塑胶壳吗 把它锁住 然后里面的装什么你知道吗 铁碎片 你砍透奶油 我让你的手全部都是流血 让你没办法去偷 因为你看这是所有买奶油的人潮 各位全部都大排长龙 你就知道现在这个状况多严重 而且他现在物价翻腾 什么面包都涨30% 40% 反正你想得到了 吃的东西都贵得要死 牛奶奶油鸡蛋面包都是两倍 而且我们知道他们很喜欢做什么 做什么的炖锅炖肉 你要炖锅你要炖肉你要干嘛 你要马铃薯你要洋葱 这都是必备的 他现在的洋葱跟马铃薯都涨了七成 对 马铃薯涨七成 奶油涨三成 而且连蔬菜这种洋葱也涨两成 换成都贵了要死 另外现在普丁不敢去 面对战后的壮事 他的死亡抚恤 他的死亡人数太多了 然后那死亡抚恤的金额非常恐怖 而且刚刚讲到 现在俄罗斯人还愿意忍受这样的东西 是因为我有死亡抚恤 我还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希望这不给我钱 如果你今天战争结束了以后 这么多的钱 你普丁从哪儿从啦 保雷哥首先你要知道 普丁光是为了打仗 已经花了大把大把的银弹 将近快要10兆台币 打到现在为止 打了10兆了 对 因为讲白了 他上整个国家GDP非常重 但对他害怕的不是说持续打仗 因为打仗下去还没什么大不了 但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抚恤金 抚恤很可怕吗 如果战争结束之后 我就要开始发放了 来 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好了 他们现在俄罗斯为了要奖励 所有的士兵上战场 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总兵力是150万嘛 对不对 但到目前为止 你知道俄罗斯商往多少吗 60万人 商家往已经60万人 但是不好意思哦 死的人 也就是不幸上升的人 大概10万 那保雷哥 他们光是上升一个人 你知道给多少钱吗 抚恤金 我们讲15万美元 大概460万台币 所以你想想看 460万台币 他们有去计算过哦 俄罗斯人年轻壮年 从35岁 工作到60岁 保雷哥你知道大概赚多少钱吗 大概400万台币 所以万一之 他如果阵亡了 他得到薪水 他的报酬竟然比他可能这辈子 可以赚到钱还来得这么多 他们甚至俄罗斯下有个叫做死亡经济学 当然这是很不幸的悲剧 但是有些呢 遗孀或者是遗寡 或者是什么家人呢 他们说反而是因为这样 俄罗斯的存款 他甚至是呢 钱所未有的多 保雷哥你知道他存款哦 所有国民的存款 比前年一年度 打仗之前多了多少吗 150% 全部俄罗斯人都发大财了 真的 你家有死亡的 有伤残的 都有抚恤的 这个钱是从 抚恤来的 这证明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俄罗斯的 我们讲伤亡真的非常多 再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伤亡之后 国家为了要让战争能够延续下去 也给的非常多 但是我们讲的 你看像俄罗斯现在一个人 平均他们 每个人作战的时候 就可以拿多少钱 你知道吗 月薪 月薪七万 所以所有在前线 你看他们为什么那么敢冲 那不要命了 明明乌克兰 无人机一直来 然后一直往前冲 然后还是先只要往前冲 因为理由很简单 有钱可以赚 那我请问一下 俄罗斯当他财政 他都已经我们讲 扒了三成皮 根本就伸不出钱来 这些钱他要怎么吐得出来 而且现在可以看到 俄罗斯有一点 这种三雄水晶的味道 是代表什么 他现在连炮 连那个什么 竟然要跟北韩 我本来想说 这北韩给的炮多厉害 没有 所以他们已经要淘汰了 古三大炮 保际哥 这超级大烂炮 好不好 根本就炮灰 来各位 这是最近呢 在我们讲的 就是无二战场 那出现的画面 这个就是北韩的 N1989的这种炮型 保际哥你知道为什么 他叫1989吗 因为他是1989年生产出来的 都已经几十岁了 已经我们讲 三十几岁的大炮 而且这个炮你知道烂在哪里吗 我跟你讲 对比 我们对比最快 乌克兰他现在用的是德国制的 叫做PDH2000这种自首炮 这种自首炮呢 他我们讲平均的 一分钟可以发十发 最快十秒钟可以发三发 好那我跟你讲 这个北韩的大炮 你知道他一分钟可以发几发吗 保际哥就两发 他只能发两发 不对 我说错了 是五分钟发两发 五分钟 五分钟只能发两发 而且你知道最惨是什么吗 他的底盘是用这种 俄国传统战车 就T54T62那种 所以人家是一分钟发十发 你五分钟发两发 对而且你知道吗 他最惨的是 当我要开炮的时候 保际哥你知道人在哪里吗 乌克兰是人躲在里面吗 他不是 他人要站在上面 所以根本就不用什么无人机 光子弹就给他打下来了 你就知道 这东西已经是非常非常烂 他只会通常不会移动 就放在边境里面 恫吓南韩 就是那种南北韩中介线的时候 他会放在那边吓人 而且一次放1000座 但你想想看 这种东西如果端到战场上 明明知道没什么作用 也没办法对俄军进行压制 但为什么还要摆 代表俄国真的弹尽良绝 好 所以武总 刚刚看到的是 竟然俄罗斯的电视台 他在这个官媒 收视率最高的60分钟 居然在晚上的黄金时代里面 将梅兰尼亚的艳造给公布出来 你看到都吓一跳 而且你提到说 这是普丁对川普非常强烈的挑衅 如果今天对川普这么强烈的挑衅 你还要去折冲俄乌 你还要俄乌去这个主要的停火 还有可能吗 保杰 现在这个 川普到底是踢到铁板的没有了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重要领袖 每一个人都竭尽所能的 去奉承川普 现在每一个人听到川普 就第一个是很恐怖 第二个就想尽办好就讨好 就像我们一样 马上五千亿的军购名单就拿出来了 就讨好川普是大家的一致的行为 那居然俄罗斯的电视台 会把美国第一夫人的 二十年前的这种 做模特的这种裸体照 拿出来公开在他的官媒的电视台上 把它播出来 这个是表达一个极端的 恶意的羞辱的态度 这个恶意跟羞辱这怪招嘛 因为这个 因为俄国人本身的文化水平是很高的 他当然知道这个结果会变成 一定会刺激 刺激川普的这个愤怒 这必然是 但这里面有好几个效果出来 第一个表达一个决心 第二个他跟习近平有一个表忠 他跟习近平看 你看我跟他我就翻脸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俄罗斯在今天为止 对川普的回应 那是代表 是不是代表结束了呢 到底是不是结束 还是开始 还是开始 我现在讲一个基本理论好了 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和平 是为了争取比较好的和平条件 对 所以他的目的是为了和平 所以这些都是普丁在战争的手法 这不同的战争嘛 羞辱第一夫人也是战争啊 他目的是干什么 目的是谈判嘛 他要争取到比较好的和平的条件 那你再过来看乌克兰怎么干的 对 乌克兰在英国的泰晤士报放风声 他要搞核子武器 都是一样的事情啊 都在 你要想想看 以美军的能力 跟他的情报能力 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做核子武器这个事情 你认为美国人没有掌握吗 他早就知道了 这么可能让你乌克兰去乱干一通嘛 绝对不可能脱离美军的这个掌握嘛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由英国的这种第一大报 泰晤士报公开地写出来 那什么意思 这是恐吓普 恐吓普 恐吓川普嘛 恐吓普丁 恐吓川普 恐吓川普 川普要钱嘛 就是求欢被拒奉而行凶嘛 这不是很简单跟你要钱 所以泽伦斯基跟普丁都在跟 他都是在 都在耍狠 互相都在耍狠 他耍狠的目的都为了一个目的 比较好的谈判条件而已 所以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根由来 根本来看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是超理性的作为 非常理性 根本没有愤怒 你认为今天川普看了他老婆的照片 在俄罗斯电视台播出来之后 他会火大吗 他也不会吗 他会派兵去打 不会 他不会嘛 这有什么关系 这个就是大家在演嘛 但是今天他告诉你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说 这个谈判确实在密集的进行中 表面上很紧张嘛 对 那表示什么 这个是手段啊 对 目的是什么 接触跟谈判 换言之讲 普丁也好 泽伦斯基也好 他们几方都在很密集的 有代表在不断地 在跟海湖 已经在谈了 都在谈嘛 就包括我们台湾碰到的问题 一样嘛 台湾也在谈了 台湾也需要 不是人家来了 对 对 阿基里诺都来了 对 我们的这个前亚太司令 印太司令 印太司令的 这个印太司令的总司令 跑到台湾来推销 他的军火了嘛 我看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敏感的阶段 对 但是川普会不会很顺利的得逞 这个非常难讲 我们真的看不出所以然 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中国大陆是什么态度 中国大陆态度并没有在这边表现出来 对 但是我看了一篇报道 中国大陆在内部做一个重要的检讨 什么检讨呢 在上一次川普在用关税修理他的时候 那个就是一个逆全球化的开始 对 好简单讲 就反全球化的这个川普的一个 一个经济策略嘛 对不对 结果他们当时就非常后悔 没有利用川普在反全球化的时候 搞全球化 他们去搞全球化 所以这一次北京有准备 当你开始要给我用60%的罚款的时候 关税的罚款的时候 他准备跟全世界 所有这些二流的国家 或三流的国家 比较弱小的国家 开始做全球化的措施 开放中国内部市场 给弱小国家 好 所以邱老师 干扰了 这个事情就会让人家感觉到 本来我的起身炮是处理恶物战争 可是看起来 这个世界包括美国国内跟国外 没有川普想的那么单纯 鲍杰我从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 分析给大家听 你看梅兰尼亚这个几乎像裸造 放在这个俄罗斯的国营电视台 你当然要知道 川普跟梅兰尼亚是1998年认识 他们在一个纽约的派对认识 然后2006年结婚 他是川普第三任妻子 川普这个花心大萝卜 跟他结婚到现在超过20年 川普其实是很爱这个老婆 那今天你普丁这样去羞辱他的老婆 基本上来讲 这个川普一定是会勃然大怒 那你也知道说梅兰尼亚其实不太喜欢曝光 那这样的话 他们两个夫妻失合 那就是普丁害的 第一个 第二个 我要分析啊 其实普丁是那个斯拉夫民主 斯拉夫民主 以前我们在美国在混的时候都知道 最大人主义的 那基本上来讲 我讲一个法律就好 在几年前在俄罗斯 如果说先生对太太家暴的话 只要先生是 不要把对方打到住院 而且出饭 那么他就不会被关两年 他只要罚款 罚5000到3万 那个卢布大概 375英镑 或顶多关15天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女性 而且更好笑是有些那个罚款 还是先生跟老婆共同的账户 一扣被打的人 他钱还被扣到 老婆也被扣 对没有错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那个 对斯拉夫民主来讲 他们羞辱女性是非常有一套的 所以今天普丁的意思就是说 你美国总统了不起 你川普大帝很厉害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的女人 你的老婆 是我们中东欧的人 是我 我普丁在管的 所以这是一种象征性极大的羞辱 对于一个也是大人主义的川普来讲 他大人受不了 所以我就讲 我说 这个普丁他很懂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 普丁大家记不记得 普丁在竞选的时候 他曾经公开说 我支持贺锦丽入主白宫 那时候川普更好笑 他出现一个活动 他就说 你这个到底是在挺贺锦丽 你在羞辱他 还是在挺他 其实普丁很懂 我调戏女孩子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相信川普现在心里 一定是很不爽的 那我们讲到额误的这个部分 其实刚刚那个 吴董也提到 就是说其实这两边 这个普丁也好 这责任司机也好 两个打的这不可开交 两个黑道 打到这个水生火热 打到这个两个人 都已经这个见血了 那你美国是一个警察 你介入 问题是两边买不买单 有可能两边不买单 因为今天对责任司机来讲 我们今天也讨论很多 就是他都开始在弄核武了 对于这个普丁来讲 普丁就是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的那个男子气概 把那个战斗民主 把他打到赢为止 对 他退无可退 对 那你今天川普进来 你说两个各退一步 到之后 我跟你讲两个黑道 警察你走开 干脆我们两个自己干到死为止 所以从川普来讲 川普可能现在就是 想办法让他两边 得到他们要的 到之后有没有可能 警察下来开始两个黑道 一个一个打 对不对 打到两个 自己打 对 变成说公亲变世主 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的重点在于说 他没有错 他的声势很高 可是当他进到的厨房之后 他发现每一个地方都深水区 他要对付这些人 他对付的是不管是美国的军力之外 包括这种象征性意义的东西 其实川普都要在面子上 在理事上 他都要拿到 好 所以瑞德 另外就是讲 现在中国也想在这个 猪海战里面宰相他的实力 还有我们一个什么 退役的这个少校 在那边哭得稀里哗啦 说中国真的很强 可是弄了一些照片 把我们给笑死了 他去这个所谓的清理飞机 清理飞机居然用拖把 保健体知道 那么洗车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爱这辆车子 你不可以用矿泉水洗 为什么 因为矿泉水是硬水 所以不可以拿来洗车 我们要用短水洗 用硬水洗的结果 这是猪海战 对 用硬水洗的结果 就容易腐蚀 就容易生锈 你知道他在 那个 在尖石锡这个 还不错的这个战机上面 他用个拖把在那边拖 对不对 你知道他穿球鞋 用拖把拖 拖了以后呢 他还倒了 矿泉水在飞机的表面 刚刚才讲矿泉水是硬水 是连车子都不能洗 请问车子不能洗可以来洗 尖石锡战机吗 当然不行 当然不行嘛 尖石锡战机 如果这个是单纯的 那个纸的木头的这个模型 我就没有什么意见 如果这是真的尖石锡的这个战机 而且在珠海航空展 这个是被人家拍下来的 是去看珠海航空展的时候 这些观众把他给用手机给拍下来说 怎么会有人穿个球鞋 拿个拖把 还有撒矿泉水在那边洗尖石锡 你曾经讲过说 洗战机是一个学位 洗战机要有专门的毛巾 要有专门的人员训练 没有错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战斗机它容易腐蚀 所以它每个段时间就必须要去保养 以美军为例好了 美军要洗F-16 最早的时候也是用人工洗 但后来就引进 机器人的这个什么 等于说洗机机 专门用在洗飞机 那洗一次时间蛮长的 大概快要接近一个小时左右 这是十年前的时候 你洗飞机是这样洗的 你是要有专门的人员 你要有专门的抹布 结果现在居然可以 站在战机上面用拖把 你没有发现他们所有洗的人 都必须要穿着相关的服装等等 那么因为不可以让战机上面 有一颗小碎石 小碎石一个不小心 一刮痕你的战机的表面 就容易受伤 所以必须要现在全部改用机器人 那是美军先用机器人 对 没有错 用机器人手机 我问你 可以用拖把洗吗 一个美军是用机器人去洗 然后你那个尖石锡 你是用人工去洗 可以这样子洗吗 这样洗出来的结果 对你的战斗机 当然会造成它的伤害 除此之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都是人家拍到 拍到在珠海的航空展的时候 拍到的 除了这个拖把之外 还有人拍到 它在装记忆的这些相关的过程 竟然是好几个民工 看起来像民工 他们用人工的方式 组装的 对 来装 组装这个相关的 来组装这个相关的 还敲哪敲去 请问这是应该的吗 不行吗 不是 这当然不应该吗 不可以 有这样行为 我再强调一遍 如果这个原型机 只是单纯的这个模型 它是不可以飞的 不是真的飞机 它只是用来展示 那我没有什么意见 如果它真的是一架战机的话 当然不可以 那它的这个等于说 这样的一个动作 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 另外有一个 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P图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是太可怕了 为什么呢 轰6K 轰6K的门 轰6K的机舱门 我个人一开始看到 我真的以为是P图 我个人认为是P图 为什么 它是个U型锁 是个U型锁住这个舱门 我不管理由是什么 我不管理由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样的战斗机 轰炸机运输机 都不应该出现一个U型锁 可以锁住这个舱门嘛 那么除此之外 这次不是出了 这个得说 这个歼20领军 然后歼35A 第一次亮相之外 苏凯57 号称全世界最棒的 逆中战机 引擎战机 俄罗斯不是这次 特别出了亮相吗 因为它要订单 它需要订单 好 有人就拍到 各位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有人拍到的 那么这个所谓的 苏凯57战机下方 它的下方的那一块 你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吗 你不是 应该是密实的 因为是逆中战机嘛 它要完全密实的 那这个都是人家接近拍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可以这样贴近拍啊 那拍到 真的是拍到它下面 还有从它的整个基附 下方从基附上拍下去 它不是完全的密实的 更可怕的是什么 各位要知道 所有包括F-35 逆中F-22这些 都是用锚钉 飞机战斗机 尤其是战斗机 要用锚钉 你们要发现 它哪里不太对劲 它是用螺丝 它不是用锚钉 差别在什么地方 螺丝安全吗 安全 差别在它是逆中战机 它既然是逆中战机 应该是用锚钉 怎么会用螺丝呢 用螺丝的也要莫怪 中国小粉红都讥笑说 苏凯57比不上歼20 也比不上歼35 为什么 因为它到底有没有 所谓的逆中功能啊 今天的日韩大战 我们刚刚刚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 7点40分 两边是2比2 两边现在是平手 而且还被韩国打了 一个阳春炮 我刚刚讲 为什么这次大家会 对整个中华队 其实非常的轻艳 对他们的中华队 是因为我们竟然 一开始就打了6比0 而且我们可以打了 两支拳的一档 本来因为说 韩国是不是精英进出啊 没有喔 他们最好的投手 最好的打者 全部都来了 其实今天下午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打得真的是非常精彩 刚开始韩国先拿到1分 被日本反超 变成1比2落后 结果就在刚刚 打韩国的这个普通员 打出了一发阳春蛋 现在双方变成2比2 而且我跟你讲 韩国这次绝对 不是什么杂鱼队 不是吗 来的都是精英啊 每一队的精英 你光看投手 你看虽然高永表 被我们在第一局 就打了两发拳 打掉了6分 我本来讲说 你一个107亿 107亿和台币2亿多的 这个所谓的身价 想说应该很厉害吧 怎么就被我们这样打 想说打好玩的 他是真的很厉害的 他是真的很厉害 他在过去三个球季 每一季都是10胜以上 他是非常有经验 而且非常稳定的一个投手 而且你看他年薪 4600万台币 什么概念 张育成 保洁跟你认识吧 他的年薪是张育成的两倍 昨天我们投的很好的 黄子鹏 年薪800万 他是黄子鹏的 这个大概已经六倍左右了 所以就知道他其实真的 战绩非常好 而且好不要讲高雄 他光是在牛棚的部分 今年KBO 所有的各队 这些球团当中 五队的终结者 通通都在 通通都找来了 都在这次的韩国代表队当中 所以我有最强的先发 我有最强的终结者 他本身架构了一个铁牛棚 但是对我们中华盾因为落后 所以用不到 但是他五队的终结者 通通都来了 好那你投手墙之外 那打者勒 打者也很强啊 他金道勇 在那场对中华队的比赛 打得不是很好 但他隔天也就是昨天 对到古巴队单场双翔套 他有一支是满灌炮啊 人家说他是韩国的大股小平 因为他今年在球季 38支的拳雷打 40次的倒累成功 几乎跟大股小平 今天在大联盟的状况是一样 所以这一次韩国队的状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金道勇 他在昨天天母棒球场 在打古巴的时候 哇你没有想到红色闪电 竟然是被打假的 而且古巴队派出是 日本职棒的防御绿王 Moynello来先发 照样被金道勇打假 所以你要知道 今年的韩国队真的很强 在这次两场比赛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靠实力 打下了两场胜战 而且这两场除了实力之外 其实包含胆大吸气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大家会觉得 我根本不看好嘛 其实你看昨天 对到多米尼加那场比赛 你看到黄子鹏 他在每一这六局当中 用了66个球 让这种打击火力 非常好的多米尼加 无安打 为什么 其实我们从一个小地方 就看得出来 他在投球过程当中 他跟林家政 你看他在整个投球过程当中 林家政引导之外 他们其实在沟通的部分 是一球一球一球在沟通 你要每投一个球 保险哥你会觉得 棒球你投手拿到球 你就直接出手就好了嘛 没有 他是跟捕手看了之后 这个球我不要 这个球我不要 每一颗球 都是把位置跟球中 你看 一颗球摇了一次 然后再来 下一颗也不要 所以就表示说 头补之间 他们每一颗球都要斟酌到位 而且放在哪里 放在某一个位置 用什么样的球走 可以把这样子一个打者 都给冻结住 这个是林家政的厉害 所以我刚才讲 昨天刚刚讲的 六局无安打 是这样的投股之间 有这样的墨线 而且这一次的 鼓手是让我们非常惊艳的 对 我们刚才讲到 林家政其实这一次 他看了非常多的一个情收资料 但情收资料 总要有人去做吧 对不对 那这一次 在赛号黄子蓬 他也特别提到 他非常感谢 我们的最强银行员吴生锋 为什么是吴生锋去做情收 第一个 吴生锋他也是侧投 而且他把所有 他在上一届 12强的遗憾 通通放在黄子蓬身上 那一场上一届 他对美国队 投了整场 几乎都是非常好的好球 就一颗石头球 被Bretty Rooker 打出拳雷打 那场比赛中华队输了 但是打他拳雷打那一个 今年在大联盟有39轰 所以你知道12强 不是杂鱼在打的 各队都是精锐进出 12强是很强的 是很强的 而且下一阶12强是 攸关2028 这个洛杉矶奥运 能不能去打奥运的一个 关键比赛 所以12强很重要的 所以你说一下 像以前大谷都打过 大谷在第一阶的时候 就已经打过 而且那一次还是 拿到投手奖 包含林沐晨也 然后你现在看到 大联盟那边球星 都打过12强 所以12强真的很难打 但是中华队两场 打的都非常非常 那你刚刚也特别介绍说 我们这次有一个 我们这次的捕手 本来大家没有注意到 这次特别提到是 他居然把每一个 打者的强弱 而且去观察 每个打者 现在最新的状况 所以他可以很快的 回报给每一个投手 他有这么厉害吗 对 捷宝姐 你可以看昨天 他说稳定大局 在看昨天的比赛当中 其实因为 那个黄子鹏 他的球速不快 他速球最大 最快大概就130公里 但是他的变速球 大概就110公里左右 速度不快 你要怎么去压制强打者 所以我速度不快 状况之下 我必须要有内角 有外角 有高有低 而且每一球 跟投手去沟通清楚 而且他要知道 哪一个打者 他的冷区在哪里 譬如说像昨天 那个多米尼加的四棒 Lunes 他的冷区 就是他的内角 所以这个地方 黄子鹏不常投 但是问题是 他在这一个 林家镇的引导之下 我要你投这边 你就投进来 你相信我就对了 你不要怕 你相信我投进来 收到很好的效果 昨天Lunes 两个打息 都没有有效的发挥 对 为什么他在昨天 能够投这么好 除了他自己控球能力很好之外 林家镇 告诉他投哪里 投什么球 有高有低 这时候要用 HIGH FACEBALL 用比较高的球去掉 统统都做到 所以在投补的搭配这样 昨天才有这么样 精彩的一场比赛 那另外我们也非常惊讶的是 我们这次的打击 也非常强 这必须要讲 因为目前中央 在两场比赛得起分 全部都是拳雷打 尤其在第一场比赛 你说大家对韩国 大家好想赢韩国 有不能输的压力 那个时候 第一支谁打的 就是陈诚伟打的 陈诚伟今年真的是 从短枪 因为他在今年第一次 生涯第一次有单季十红 而且他其实在 暂停回来之后 他就告诉自己说 我知道他要投变化球 他的变速球最厉害 所以他就冷静下来 告诉自己 把这一球给瞄准好 就真的第一球进来 进入到他设定的好球代理之后 就直接出榜 他也讲了 所以他对投手 已经有研究过的 因为禽兽资料非常的完整 而且在暂停回来之后 打者通常会抓第一球 所以你看这一球 完完全全就宛如他设想的一样 投进来 我就不客气了 就直接打出去 而且他只有赛尔也在讲说 打出去的那一瞬间 绕垒的时候 回到本来的时候 我真的好想好想哭 因为他知道 这一阵对中华队来说 太重要了 他这一发打出来之后 整个中华队的士气 稳定下来了 那当然也造就后面 承接线的那一支两分炮 所以你说中华队 今年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而且我看到他手背也很厉害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一次 中华队其实 一字排开 今年中华职棒颁奖典礼 你看那些金手套得奖的 几乎全部都是 这是12场的一个国手 包含你看像李凯威 包含像江坤宇 然后包含像潘杰凯 陈杰宪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 现在中华职棒 最优秀的一时直选 所以这一次中华队 组成了一个非常强的阵容 加上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团 甚至这一批教练团 都会是明年2月份 经典赛资格赛的教练团 那我们的教练团 这次很特别吗 这次教练团 其实跟之前经典赛 不一样的地方 再来说总教练换人了 总教练过去是林岳平 但这一次换成了曾豪局 但林岳平退下来 当他的投手教练 那当然曾豪局 他厉害的地方 他是打击教练出身 上一次今年赛 他就打击教练 他很会教打击 林岳平很会做 投手的一个调度 所以把这个位置 换了一下之后 加上之前就已经开始磨合了 所以大家彼此熟悉嘛 带给中华队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后勤的支援 好 先生 这次真的有让人家觉得 我有跌破眼镜的感觉吗 而且今天刚才讲的 今天我跟他讲 他问了马老师 马老师说 你看他们平常 他们打球的眼神 打球的样子都不一样了 过去两天 我真的跟很多的国人一样 度过了两个 非常非常愉快的夜晚 尤其在第一天晚上 当陈成为打出 那支满罐炮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在想 总教练 我们的打击 终于终于爆发出来了 韩国的总教练柳仲毅 你真的不后悔 让高永表担任 对中华队的先发投手吗 你不是说中华队 不会打变速球吗 不会打第一位的变速球吗 你的球通通不要浮起来 你只要一浮起来 保证中华队这些佐达者 就能够给予高永表 迎头痛击 那刚刚你也提到 高永表不是已经很厉害了吗 年轻107亿韩元 他是一个控球型的投手 第一肩侧头的投手 基本上球速都不会太快 那他的最好的武器 就是他那颗 在膝盖以下高度的变速球 那天的主审呢 是墨西哥籍的 你要知道KBO在今年 已经开始用电子好球带了 电子好球带就是 你投进K中 是好球就是好球 主审只是根据K中 来判定他是好球或坏球 可是那天呢 高永表在第一局 他的边边角角的球呢 主审通通不减 你从他的表情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的沮丧 他球速不快 他靠的是进垒的location 对 可是当主审不减他的那些 corner的角度的球的时候呢 边边角角的时候 他就只好把球投进 集中好球带 所以当他的球一浮起来 在腰带附近 陈辰威狙击他 陈杰健狙击他 所以呢那一局的六分大局呢 就为那场比赛正式的板上钉钉了 所以如果你在讲投手的话 对 投手的表现 那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林家政带领庄星宴的那个配球 林家政的所有的data呢 必须要归功给中华职棒的情收小组 我必须很持平的说 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去收集B组各个其他球队 尤其是日韩还有多米尼加 这些曾经在美国职棒 在他们各国的职业棒球里面 留下记录的选手 包括了总教练 曾豪居也曾经到美国去 去亲自去看这些比赛 看这些选手 所以情收小组的功能 是发挥的非常的好的 那林家政呢 就是把情收小组 给他的这些data 这些讯息呢 好好的运用在带领投手的上面 尤其是庄星宴 不要忘记他曾经说过 他上场的时候 他的脚在发抖 脚在发抖 如果那个三坏球之后 球数落后 如果不是林家政带领他 给他非常大的信心说 你就照我的配球过来 因为庄星宴擅长的是他的滑球 他的滑球真的投得非常的好 我在今年的中植 看他的球赛的时候 我就对他的滑球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三坏球之后 他一颗一颗的滑球 投进好球带 最后把那一局完全的拆弹成功 林家政是公不可没 情收小组所提供的讯息 公不可没 那另外刚刚提到黄子鹏 黄子鹏在 这几年 他是上一届就入选了 可是上一届呢 他一次都没有出赛 这一次呢 他把他上一届的遗憾 全部全部补回来了 六局弯打 不可思议 对多米尼加 你知道多米尼加有几位 曾经有大联盟资历的选手吗 几位 九位 今年来的阵容当中 有九位 曾经打过大联盟的 不管是投手或者是野手 所以面对这一条打线 他们 所以刚才讲不是韩国很强 多米尼加也很强 也很强 所以为什么 第二场比赛 我们会打到第九局 还在那边心脏跳 一分显胜 这是这一届的比赛当中 到目前为止所呈现 最低比分的比数 对 二比一 本来是一比零 还好有那个林立的高飞犀胜打 多得了一分 二比一的比分 打到第九局 在第九局 如果我们是主队 也就是后宫的球队 最让人兴奋的是什么 再建安打 或者是再建全壘打 对 当我们是客队 我们对多米尼加说 我们是客队 最让人兴奋的是什么 再建三振 所以吴俊伟呢 就投了一个再建三振 那个三振 挥棒落空 全场都看到了 比赛结束 中华队赢得了二连胜 而且我们讲 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 7点53分 韩国又得一倍 那韩国呢 就不是大家所瞎子 所讲的什么 烂语 不是不是不是 像刚刚提到的金导勇 21岁 来自于奇亚老虎 在今年12场之前 我相信台湾的球迷朋友 最熟悉奇亚老虎的 不是球员 是他们的啦啦队 李朱营还记得吗 今年5月份的时候 他们带来了三振五 到现在为止 在现在为止 那是老虎队的 老虎队的 他们来了六位 而里面最被称为 AI美女的 就叫做李朱营 那金导勇呢 就是来自于奇亚老虎 21岁 在今年呢 刚刚他已经提到了 是30轰 3030 KBO史上最年轻 3030的打者 他今年差一点 4040 我们今年最经济乐道 是大股翔平 5050 他差一点就40 是大联盟的百年 历史上面 只有六位选手 加上今年大股 七位 达到过4040以上 当然大股是5050 他差一点点就做到了 他才几岁 他才21岁 所以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会被 WSBC 全选为韩国队的 看板选手 那是其来有志的 谭邦权其实我最期待什么 我最期待的明天的 泰森之战 保健哥 这个东西我也非常的期待 因为原本 七月份就要打了 现在延到了明天早上 台湾时间就要开始打了 而且你要知道 泰森 泰森是多么传奇的拳击手 以前 去看泰森的比赛 你不可以上厕所 你上完厕所回来 就没了 因为他就把对手给KL了 但是明天到底要进行 什么样的比赛 主要就是因为这一个 这一个网红拳手 他今年其实也才27岁 非常的年轻 他那时候就想说 泰森没什么了不起 不然我们来打一场好了 结果 保健哥你看这个画面 这在昨天体重过磅的时候 这一个在咆哮男的是谁 就是这一个Jack Paul 你知道在进场的时候 为什么会起冲突你知道吗 Jack Paul他走在地上 像星星在走路 斜泰森 朝泰森走过去 泰森在来觉得说 你现在在说我是星星吗 你在挑衅什么 所以一巴掌直接打在 Paul的一个脸上 所以让这场比赛 非常非常的火药味 但是保健哥你要知道 刚刚讲到 这个Paul几岁 27岁 泰森今年几岁 50倍啊 58岁了 所以你想说 58岁的泰森还打得动吗 但是你看 他们过棒的这张照片 你就知道 泰森现在体态还是维持得 非常非常的好 今年3月份那时候看到 泰森好像还有点肚子 但是到现在半年过去了 线条变好了 整个结实度也变得更好了 你说这是现在的泰森 对 所以你要知道 而且你看 他现在出拳的速度多快 他除了就连续打了之后 他还要去闪这个 所谓持把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所以你看 现在58岁 保持得还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你看包含 你说不是只有刚刚看到真面 你看他在整个在做训练的时候 变脖子 拉得有多重 而且你知道他脖子 一般我们脖子 像我现在已经17寸已经很粗了 已经胖我是胖他是壮 他在脖子部分他特别训练 他的脖子有到22寸这么粗 为什么要练这么粗 因为如果你现在在打的时候 你不会晃动 你不会被人家KO掉 所以耐打其实是现在 泰森身体状况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你面对到那一种 年轻的选手他没有经验 他力道没这么强的时候 我就靠近你 我就开始近身 你攻击我 打在五层上 度我来讲不痛不痒 我进去直接下去一拳 你可能就被KO掉了 所以你看宝贤哥 这样子的一个攻击的速度 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样的一个体态 五十八岁 这个体能 五十八岁 还有帮助权力 还有帮助权力 而且你看他闪的时候 他除了出拳之后 他还要负责去闪 闪那样子一个动作 因为他就是怕说 我在连续出拳 或出组合拳的时候 对手有可能撑击攻击 我要负责去躲掉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场比赛 虽然赌盘看好 年轻的这个网红会议 但是看到泰森这个影片 我觉得没打不知道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